它這個月經片頭痛會延遲發生 所以有些人認為 女性荷爾蒙下降會造成頭痛的關係 那吃病院藥就是一個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這個女性荷爾蒙的波動 跟頭痛會不會發作是很有關係的 這叫月經型片頭痛 那一般的月經型片頭痛呢 如果經期的第一天做分界的話 大概前後客家兩天 這五天是最多的 排卵期完以後 到月經要來前面這一段呢 這雌激素在血裡面濃度會慢慢慢慢下降 現在一般認為就是這個雌激素的下降導致了頭痛 那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呢 補充了一個女性荷爾蒙 讓它這個下降延緩 它這個月經片頭痛會延遲發生 所以有些人認為 女性荷爾蒙下降會造成頭痛的這個關係 那吃避孕藥就是一個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你吃了避孕藥 會擾亂到這個生殖系統的這個荷爾蒙會造成頭痛 那比如說有些人他吃了 有一些藥物來調經期 或來調身體 一些中藥草藥 它其實也有一些頭痛會增加 這個片頭痛的病人 中風的風險比較高 那你如果吃女性荷爾蒙的話 它風險就更高 有很多的研究顯示 就是女性荷爾蒙吃得多的話 它會造成一些血管性的意外 會造成深層靜脈酸塞 會造成中風會造成心臟病 還有一些特殊的癌症會增加 所以現在一般認為女性荷爾蒙 不要吃太多是比較好 那剛剛提到這個月經型片頭痛呢 它通常就是每一次月經來都會痛 那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週期 它都會痛 若是這樣的情形的話 一般的治療就會使用 我們剛剛講那個 非固醇性抗發炎藥物 我們痛起來就要吃藥嘛 那我不如先吃藥讓你不要痛起來 所以它的預防用藥的概念 是有點不太營養的 那另外這樣子的病患呢 在停經以後呢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因為頭痛病人非常非常少 所以有些病人 他發現他五十多歲以後 月經沒有了 頭痛也完全都沒有了 你一定會吃到 你吃到